經過三個月的國標訓練 蔡佳麟從一場場的比賽當中 逐漸熟悉了舞蹈律動方式 舞技也明顯得越來越進步 而這次的比賽 他又給了自己全新的挑戰 這次呢 在我的意料之中 在敗部復活 這次我可選审霸 後前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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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後後後前後氣感很大 很難耶 對,本來要跳捷舞的 可是我有跟老師討論之後說 老師,我們要跳森巴好了 好 然後老師很開心很開心說 好,森巴 森巴我最喜歡跳的 但是一跳的時候 好難喔 怎麼會那麼難 這次有一個叫做森巴羅的 那個真的很難跳 就好像在淋巴打兩年 黏在一起 然後有時候都跟老師 就是互踩到腳 不是,他踩到我 我不踩到他 這樣 7 5 5 5 你不能拉我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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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過這個蔡佳麟 最怕的森巴羅 卻是這次的舞蹈裡 非常重要的一環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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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為我這次幫他編的 舞步比較是偏 競賽型 就是他中間完全都不能休息 1串2 2串3 3串4 所以他在做森巴羅玩 如果我們不成功的話 我們後面的步子又很難串起來 所以我覺得這一段是比較擔心的 但是我相信他是可以克服 因為我覺得他滿有跳舞的會格 關鍵的敗部復活賽 彩佳麟選擇的許多人 都不敢輕易嘗試的森巴 可以說勇氣十足 到底今天他是不是能像老師說的一樣 成功克服森巴舞步的困難呢 讓我們拭目以待 阿倫 他導演 2 3 4 5 4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